如果说到阿次元加竖品这两个标签 你是否可以想到很多游戏 但如果在此上添加一个ARPG呢 飞跃红镜正是在下 独创传新赛道 做出一支有手将能玩的超然动作游戏 那我们在深度体验了数次测试后 总结出了这期干货满满的开服攻略 那包括玩法介绍与角色强度排行码 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开始攻略吧 OK 那么首先是飞跃红镜的战斗玩法 和横屏动作手游的操作模式不同 点按屏幕的战斗区域极可普攻 长按为重击 当角色投向旁边的红条满式 可以释放强化重击付出元素 滑动屏幕为闪避 若极限闪避则会触发子弹实现 若恰好躲过敌人强攻 则会自动进化强化重击反击敌人 当角色协同之满式 前台角色投向会亮起 那么此时切换角色普攻 可以触发该角色的出场剂 特加奥义技则是常规模式 需要等CD和充能 在你战斗霜的同时呢 战斗评级也会不断的提升 在评级达到差时 全场还提升50%持续10秒 持续时间结束后评级降为第一起 那讲完了作为基础的部分呢 如果你想追求更高的伤害 还是离不开大家作为熟知的 属性克制和元素反应 这个游戏一共有 风火雷兵四种属性 我们角色可以通过出场戟 特戟 奥义戟 强化重击 来积散对应元素的元素质 元素质满是对该目标释放元素印记 元素印记效果唯一 且最多存在10秒 在持续时间内 施加新的元素印记 则会产生元素反应 若施加的两次印记相同 则产生同位反应 并覆盖上一个元素印记后 重置存在时间 若施加的两次印记不同 则会产生异位反应 并消除两种印记 不同属性兼的存在克制关系 且克制提升极高 就奠定了输出模式的基础 输出需要在克制属性的辅助挂上元素印记后 上场打出克制效果 来让伤害最大化 那么此时再配合上另一辅助 就是一个完整的配对了 以主司与身锋为底 可以搭配出 赤蝶加雷音一加与身锋 熊猫加麦奇一加与身锋 这样的阵容 接下来重点部分来了 我们再综合了角色面板 技能输出效率 人格效果 记忆心采释配度 操作手感 以及配对接合度等诸多因素后 将所有的角色 大致分为了输出和辅助这两位 并且将其排列成了这一期的强度榜 希望能够为你的养成选择提供帮助 接下来着重介绍 几位排行烤鞋的角色 首先是开服首个陷顶羽身锋 雷属性超能角色 机智 树枝 环境都很强的T0输出 他的OA技 有着全游唯一的特殊机智 不会在释放后立刻清空红能 而是以每秒消耗8点的速度 缓慢的减少 那这是他的输出模式变得可控 你可以选择开完OA 放完一套技能后 立刻下场保存红能 为下一次OA做铺垫 即速切打法 也可以选择打满OA状态 以口气闪杀敌人 及助场玩法 如何循环任君挑选 且无论是开打瞬间的输出效率 还是开打后的技能倍率 都是名列切毛 那这也让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开服全能输出 那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他的配合的记合度 作为雷属性的输出 理想的队友为火属性辅助 加兵属性的辅助 而飞跃红星开服版本 正好使火兵属性辅助更强 那可以说是 拳风位抬高与身风的地位 名副骑士的T0 十分推荐抽取 那培养意图流如下 有需要的话呢 记得散停截脱 然后是T的利奥 火属性超能角色 持续输出天花版 利奥有着独特的烧血机身 而一般这类角色 都是高输出的代表 强大的被动 让低血量的利奥宛弱杀神 出场距与奥义各消耗 当前30%血量 正好可以将血线压到50以下 那此时再行性输出 即可吃满被动 以及专武的增伤 强化后的技能输出 倍率也来到了 惊人的全优最强 且人格中的不灭 又能保证利奥开打后的生存能力 整体的能力十分出色 但利奥可谓是身不逢时啊 最火属性的输出 需要的风属性的辅助 一个能智能起来的都没有 那这就导致 他虽然单卡输出非常爆炸 但是队伍的循环呢 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配队起来呢 也是初出受限 还有奥义的弘能消耗 同样是清晨的全优第一 不过呢 是倒数的 那需要多多选择 弘能回复的精彩 综合种种因素 最终选择将利奥排在了T1 带强力风属性辅助登场之时 即使利奥登上T0宝座之 那培养意图流如下 那接下来是同为T1的 双刀风男杰瑞特 作为全优唯一的风属性输出 杰瑞特的重要性呢 可想而知 没有杰瑞特的刷新才 本就不畅快 尤其是风元素清合的关卡 还会掉落对于 辅助角色阿燕 十分重要的 红光皇冠套装 那最高贵的一击 说到风属性角色 就不得不提 他们的聚怪能力了 杰瑞特的奥义 和强化重机均为可以聚怪 其奥义冷却短 红能消耗与利奥相反 是真正的全有敌 特技强化后的普攻输出效率 也仅次于开大后的利奥 绝对的小怪杀手 但去除普攻以外的 其他技能较为平用 配对契合都呢 也仅优于火属性输出 但最终将其排在T末尾 十分推荐养成 培养意图流如下 那最后的输出 却是于三家之一的 四星雷属性超能角色 夏洛特 不准备抽羽生风 想要攒凑的所长们 可以看过来 四星输出里面 唯一一个值得提一下的角色 他的强大之处在于 技能人格觉醒 那种类多反的身伤 没有任何一条机制 是与生存相关的 甚至他自身的 生命防御面板 都是味蕾全优道一和道二 真正的诠释了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那这也使得他的输出 提高到了一个 剑柄五星输出的等级 没有特别的机制 只有纯粹的增伤 但他始终会被 羽生风压一头 推荐在不抽取 羽生风的前提下养成 培养意图流如下 好的那么 紧接着是辅助强度吧 首先是T0的辅助 火属性僧服角色 赤蝶 为什么能反压五星一头 那我们马上为你揭晓 我们首先将目光 聚集到赤蝶的被动上 高达50%的全队暴丧争议 在三星觉醒时 还会再度提升70% 且赤蝶的强化中心 和特技自带50%暴击 在点出人格后 奥义也会获得50%的暴击 根本不用抽 没有办法触犯被动 那然后是赤蝶的奥义 不仅能够提供 不俗的攻击力加成 还能产生红能威力 给奥义充能 只需要90件红能即可释放 那这也让他的循环 变得非常顺畅 再是赤蝶的觉醒 一四觉强化循环 二三五觉下强增益 没有一点浪费 抽到却转到 那最后是增幅职业的红利 可以使先版本最强的辅助技艺 汉堡 披萨 你 一张即可提升26%的暴击 如果能满破 提升将达到恐怖的50%暴击率 那再也不用担心不出暴击了 综上手术 赤蝶在辅助方面近乎全能 甚至在生存方面也律有剑术 所以最终将其排在T0 培养意图流如下 下一个角色 阿弗雷德 火属性云虎角色 最强生存位 真正的首残党之友 还在为夺不了的攻击牙发愁吗 来看看这个 被动和奥义均可套盾 奥义和特级还能提升护盾量 只需要胜上三秒 就可以获得上万护盾 只要不被打掉 永久提升40%伤害 还能回能量加抗打断 可谓是降低游戏难度第一凶 人格中呢 还有开局红能回复 与全队中击加沉 前者加快了队伍循环 后者让雨生风笑开了花 一句话总结 抽到就烈 笑容浮现 培养意图流如下 然后是麦奇 兵属于增幅角色 用最强脱手技能 脱手技能及角色下场后 依旧保持场上产生的效果技能 而在飞跃红镜中 技能可以产生元素质 元素质满后 会对目标施下元素应解 一般情况下 辅助角色打出元素应解后 下场切主C 主C也许出场期 像奥义或者特技 向元素质打满 与上一个应激产生了反应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只有这两个技能 能够吃到属性克制 高达150%的增伤 而脱手技能不一样 它可以在场下产生元素质 使主C更多的技能 吃到克制增伤 那麦奇的奥义呢 是一个典型的脱手技能 只有最长的持续时间 伤害也不松 还有着较高的伤害 提升效果和特技冷却缩减 是全游最强的辅装奥义 但除此之外呢 麦奇有着手感笨拙 生存较差 循环较买 以下奥义难以充能的问题 所以只能将其放到T 培养意图六如下 那最后是 欲三家之翼的雷逆 四星兵属性干涉角色 他最值得一提的是 一觉醒之后 获得双特技了 特技本身就会 附加预外的兵元素累积 双特技后打冻结反应极快 可以把怪物控制的同时 快速向被动迭满 降低敌人防御 且同时累积的也非常之快 且他的人格中 有不错的猴能恢复机智 综合使雷尼 成为了一个循环手感 很好的简易角色 平民之友 培养意图六如下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 飞越红性角色强度榜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一只赞 只在说 非常重要 那请不吝点赞 拜